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我是歪叔 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介绍了这种可以在水上行走的神奇虫子,水敏 那有没有办法让它们沉入水底呢? 我们知道,要让水敏能在水上行走,得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水敏身上要有输水的钢毛 第二,水表面存在张力 只要打破这两个条件,就能让水敏沉入水底 而破坏水敏身上的输水钢毛有点难度 在显微镜下面给水敏剃脚毛,显然不太可能 那只能选择第二个条件了,破坏水表面的张力 大家知道,活性洗涤剂就能很好地破坏水表面张力 因此,上加火,洗洁精 诶,好像马上有效果了 注意看左边这只水敏 一开始身体是离开水面的 完全可以用腿支撑起身体 而现在身体已经紧贴水面了 但是还能浮在水面上 我们稍微搅拌一下 让洗洁精充分溶解 诶,注意看 这只水敏有情况了 它把头扎进了水里 这是什么操作 然后又开始躺着游泳 诶,沉下去了 这只水敏真的沉下去了 哇,好神奇 再来看这只 轻轻一碰也沉入水底了 好了,游了一会儿差不多了 时间长了容易变坏 起来洗洗身子吧 然后再擦擦干 诶,跌倒了 接下来再次把水敏放入清水中 大家猜猜看 现在它们还会沉入水底吗 哇,完美 把身上的洗洁精洗干净以后 水敏又能在水上行走了 自然间烫水底的喝水泡湿 会沉入涼